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疫情未罢 暴乱又起 这让大家盼望早日可以出门的愿望再次落空 最近我有很多朋友向我反映 长期待在家里又缺乏运动 饮食上又没有注意 体重暴涨 腹部是人体最容易堆积脂肪的部位 所以如何快速的减除天天增加的小腹 成了很多人的困扰 那么今天我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临床心得 在节目的最后啊 我还会告诉大家懒人的减肥方法 同样有效 如果您是第一次来到我的频道 我的频道主要是和大家分享一些健康知识 是我临床经验的一个总结 所以您订阅了我的频道 就是给您及您的家人买了一份免费的健康保险 我的频道没有绚丽的特效 只有一颗分享健康的心 好话不多说 让我们开始今天的内容 俗话说 时候行摆布 常移手摸腹 柔腹这个方法 听起来很简单 但是效果非常好 中医认为啊 大腹属于脾 脾为气血生化之源 肥胖的主要原因 是脾失健韵 气血淤滞于腹部造成的 所以你要想减肥啊 首先要从调脾开始 我们通过腹部的按摩啊 可以健韵脾胃 减少腹部脂肪的一个堆积 那么现代医学啊 也印证了这个观点 柔腹啊 可以使胃肠及腹部的肌肉强健 可以促进啊 血液和淋巴液的循环 能够促进胃肠的蠕动 可以帮助食物进行充分的消化 柔腹啊 不仅可以去除腹部的脂肪 只要您方法正确 通过腹部的按摩啊 还可以帮助消化 治疗便秘 另外呢 对长期的精神差 还有长期的失眠 也有很好的帮助 很多慢性的疾病啊 通过柔腹啊 都可以得到解决 那么怎样柔腹 才能达到最佳效果呢 首先啊 我们强调柔腹的时机 通过临床的发现 我们柔腹的时间 最好是在晚上睡觉之前 或者是早晨 起床后进行 那么柔腹啊 前期的一些准备啊 必不可少 腹部按摩啊 我们最好用椰子油 或者是用橄榄油 将油啊 倒在手上 双手啊 通过柔搓 等到手发热的时候 再进行按摩的这个效果 非常好 可以增强 局部的这个气血循环 还可以加速啊 这个腹部脂肪的燃烧 那么同时啊 建议您要关掉手机 放一些轻松的音乐 而且啊 要在一个比较温暖的室内进行 这样柔腹的效果才会最好 好 那么下面呢 我们来请出我的助理 Mickey 跟大家一起来演示一下 如何进行柔腹 好 我们先请我的助理 Mickey给大家打一个招呼 大家好 首先呢 我们开始准备运动 全身放松 双手平放于腹部 均匀呼吸 呼气时 手部按压腹部 重复三到五次 这样有助于 使腹部充分的放松 下面用手指 捏住腹部的皮肤 从下往上滚动 从左到右 一次完成 来回共做九次 这样可以有效地剪除腹部 松弛的皮肤 下面 双手放于腹部两侧 手掌相对 同时向中间做挤压 可以做三十六或者七十二次 接着我们用双手来帮助腹部震动起来 加速腹部脂肪的燃烧 加速腹部脂肪的燃烧 频率呢 可以稍微快一些 做两到三分钟 最后我们用单手 或者双手 顺时针推腹 做三十六圈或者七十二圈 来增强 里气排毒的功效 特别是对 长期便秘的人很有帮助 柔腹也有一些注意的事项 柔腹不宜在过饱 或者过于饥饿的情况下进行 腹内如果有肿瘤 或者有胃肠穿孔 内脏出血 蓝尾炎 或者急性的腹膜炎等 这个时候是绝对禁止柔腹的 在柔腹期间 如果有肿瘤的 如果腹内发出响声 或者腹内有温热感 或者有饥饿感 这些都属于正常现象 不用过于担心 仍然可以继续进行 当然你在柔腹的同时 要坚持健康的饮食 饮食上有一定的节制 那么如果有朋友觉得 自己很难坚持做柔腹运动 那么也很难拒绝美食的诱惑 平时运动也比较少 那么还有没有办法 可以拥有好的身材呢 我的朋友呢 跟我推荐了个人量身定制的健康饮食计划 就非常适合你 在影片下方的描述栏中有介绍 那么有兴趣的朋友啊 可以看一看 今天呢 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欢迎大家把你推幅后的留言感受 在我们的评论区告诉我 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影片呢 对您有一些帮助 请点赞转发 好 我们下周不见不散 谢谢